广东有望签下2.08的白魔兽 宏远非常优秀的五位黑马 终于从美国特训回归 杨明主教练要抵达朗朗报道 而杜丰则是拒绝了乔和杰威奇 谈到接下来的人员调整 跟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三个看点 第一大看点 广东队有望签下身高2.08的白魔兽 他就是来自NBA的格里芬大外援 谈到广东队在中锋方面的姻缘 确实一直都十分的引人关注 广东队到底能否拿到更加优秀的外援 在新赛季打造冠军的阵容呢 这确实让大家充满期待 国不其扬啊 在近段时间有一位呢 被多位经纪人纷纷推荐的NBA外援 就进入到广东队的前缘目标当中 据了解 他就是来自以往在NBA的选秀冠军 格里芬 格里芬的爆扣能力 以及他的扣篮能力 都是NBA独一党的存在 过去的好多个赛季 格里芬一直都被认定为是NBA的超级巨型 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大 他也逐步荡出了NBA的舞台 但是格里芬他还是期待着职业生涯继续打下去 并没有考虑退役的意思 如今的格里芬基本荡出了NBA 他寻找着新一届的舞台来发展 如今的CBA舞台 包括了广东红尼队就成为了他要考虑加盟的一个重要目标 最了解广东队的朱芬宇总经理 在引进外援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了CBA多名经纪人的推荐 一度把目标瞄准到了格里芬的身上 其实过去的朱芬宇他除了去到美国NBA考察来自美国考青师大中锋以外 另外包括了胡人队的朗尼沃克 也是朱芬宇要重点考虑签约的一个后卫 然而随着多名外援都在进一步的商场之后呢 广东队又开始把影员的目标瞄准到了格里芬的身上 之所以说格里芬他成为了杜丰跟朱芬宇重点关注的对象 是因为格里芬他不仅具备2.08的身高 而且他的臂长达到2.11以上 个人的爆发力水平是相当优秀的 他一度被认定为是过去NBA赛季最优秀的一个爆发力大中锋 所以直到如今来看 广东队的朱芬宇把目标瞄准到他的身上 希望把他给签约下来 这也成为了广东队新赛季争夺总冠军的重要筹码 因此接下来的广东队除了莫里斯恩多这名大中锋 另外还有考心师 外加上了邮青的格里芬 三大中锋的外援都是广东队重点考察的对象 广东队到底会拿下三名外援当中任何一位呢 如果说中锋得到补偿 广东队在新赛季将会得到更大提升 毕竟广东队已经把大中锋的 也就是汉米尔顿给抛弃掉了 可怕在新赛季签下一名新的大中锋 白魔兽格里芬 他就是广东队重点签约的对象 第二个方面 广东队的五大黑马陆续迎来了回归 并且包括了伤病的状况 以及不少从美国特训回归的主力 都纷纷回归到了球队特训 新赛季即将会组成五大中锋 外加上了五大前锋的阵容 可谓是非常的强悍 难怪杜丰教练在近段时间会如此的精神抖索 他希望带领广东队去争夺总冠军 因为广东队特训回归的球员都得到了防备提升 据了解广东队身高2.26的徐昕 他回归广东队特训之后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变得更加的强壮有力了 而且他走路的时候看得出来 他个人透露出来的气质 以及展现出来的爆发力都是相当勇猛的 毕竟过去的徐昕 他给广大球迷的印象是如同一根竹缸一样 有点弱不经风 拿球拿不稳 但现在的徐昕 他从美国特训回归之后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变得更加的强壮有力了 却实在新赛季 徐昕有机会成为新版本姚明的优秀中风 于是同时 团队当中的张浩家跟张浩都陆续选择了回归到的团队 而另外包括了张明慈 还有团队当中的郑凡日更是选择了回归 据了解 郑凡日这名主任升高2.06 他近段时间跟赵瑞一起进行了和练 阿日他的回归以及展现出来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过去的腰部伤病已经得到了王权的康复 因此对于征房日来说 广东队王权可以给到他新一届的合同 据了解朱凡宇经过了综合考量之后 将会给到征房日两年的大合同 让他继续留在广东队来增赏 除此以外 一届年将会拿着250万的年薪 继续留在团队再战一个赛季 因此广东队的本土中锋已经具备了四大阻力了 新赛季如今的杜丰周凡宇还在考虑引进一名新的外援 将会组成五大中锋的阵容 这是广东队在新赛季要争夺总冠军的重要筹码 尤其是包括了张明慈跟徐星 两大阻力完成特训之后 现在的身体状态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 在前锋线包括了彭世俊黄明依 两名主力选手更是入选到了广东队的一线阵容 在新赛季将会带一队来增仗 成为了广东队在大前锋具备的关键人选 前锋线还包括了张浩家张浩 以及非常优秀的杜人旺 一共组成了五大前锋 一定能够去接班任俊飞的位置 哪怕说俄飞继续留队在战一年时间 但是俄飞他需要年轻一代的选手接班上来 其中包括了彭世俊黄明依 张浩张浩家外加上的杜人旺 都是年龄不到24岁的选手 都非常年轻 未来的发展潜力都会非常巨大 确实让大家看到了红远队更大的独贯希望 最后第三个方面 辽宁队的阳明主帅即将回归 朗朗报道 而杜峰则拒绝了乔尔结尾奇 新一轮的安排确实让大家非常意外 最了解包括了辽宁队本个赛季获得冠军的杨明主帅 他一度受到了乔尔结尾奇的认真关注 因为杨明主教练 他已经带领辽宁队拿到了二连冠的战绩了 在CBA的比赛当中 为什么能够连续独贯呢 其实除了辽宁队整体队员的优秀实力以外 还包括了杨明主教练 他非常关键独到的战术安排 毕竟杨明主教练没有一系列优秀的战术布置的话 他也很难带领辽宁队获得总冠军 因此杨明教练受到了乔尔结尾奇重点的关注 他被邀请即将进入到囊狼国家队的阵容 说白了 乔尔结尾奇作为囊狼的主教练 来自塞尔维亚的欧洲先生 他也希望能够得到CBA非常优秀的教练知识 据了解 乔尔结尾奇一度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邀请杨明教练还有杜峰 回归囊狼国家队成为助理教练 帮助囊狼去冲击世界杯的大赛胜利 据了解包括了杨明教练 他是非常乐意能够加盟到囊狼国家队的 因为杨明主帅 在他去到了欧洲西方牙完成特训之后 他新一轮的目标 渴望能够在国内囊狼的战队有更高的发展空间 因此受到乔尔结尾奇的邀请 杨明教练很快将会来到囊狼进行报道 然而对比之下 广东队的杜峰教练则没有那么情愿了 因为杜峰教练他会更加偏向于 把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注意力 放到广东队的培养人才身上 他希望能够帮助广东队重返冠军的地位 重新打造一支冠军的争夺战队 所以杜峰拒绝了乔尔结尾奇 杜子岛没有回归囊狼 而乔尔结尾奇选上的杨明 则是要回归囊狼进行报道了 看来新一轮的囊狼国家队 优乐 郭世强还有杨明 搭档上的乔尔结尾奇等人 争夺冠军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而杜峰选择的放弃 当然也有他的原因 大家是否认可呢 说说您的想法 也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